Sumif的話你可以把它改開發部 它就找開發部 所以加總之後就會多一個條件 Sumif其實是Sum加一個If 所以兩個函數把它二合為一的一個函數 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我要的比對的不是一個名稱 而是一個算是數字的比對的話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插入函數 一樣用那個剛剛最近使用過的Sumif 那如果說我要找出銷售額是大於5萬的 銷售人員有幾個 所以一樣我講過這兩個是一組的 所以Range跟Criterior是一組的 意思是說你要在哪個範圍裡面 在這個範圍裡面找出大於5萬的 那大於5萬的話怎麼表示 如果這個條件為初的時候 再把這個範圍加起來 所以邏輯大家要知道一下 這個函數還蠻重要的 然後就是這個範圍 大於5萬 你可以打個大於5萬 所以它變成前面這個是運算值比對嘛 後面的話是一個條件 那你把它移開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加前後雙引號 也就是說它傳過去會是一個字串 這個概念有 然後才會把你的銷售人員加起來 所以按確定之後幫你加起來26個 意思就是把這三個資料加總起來的結果 OK 那當然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還有綜合練習第二題 不過這個綜合練習第二題 它必須 題目在這裡 可是需要的檔案是要額外開啟 額外的檔案在這裡 不過在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還有一個稍微再進一階的題目 不過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什麼呢 開啟雲端上面的這一題 叫做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跟這一題007 跟011開頭的苗栗和宜蘭的人數總和 這兩題 那待會的話各位請先幫我把它下載 下載是eSale 我記得是eSale 把它下載 下載的話要不就是點它兩下 要不按右鍵 我的喜歡按右鍵下載也可以 要不要點它兩下 這邊有個下載也可以 然後你把這一題打開007好了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也是要用什麼 用那個Sumif幫我加 可是問題來了 產線人員 產線有產線第一條產線 第二條產線 第三條產線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我給一個產線 它抓不到 所以特別是有產線123怎麼辦呢 所以這裡會牽涉到一個 就是你可以用所謂的萬用資源 信號 對 有概念 信號 另外還有一個問號 不知道各位用過那個 就是萬用資源 有所謂的信號 還有問號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信號跟問號 這個跟資料庫的那種比對 有點類似啦 資料庫如果你有學過那個seql語法的話 會有個like like什麼啦 可能前面 如果你只要找到中間有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用信號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問號 問號是 如果你前面或後面有固定的字緣 比如一個字就一個問號 兩個字就兩個問號 那信號是不固定字緣 不管有幾個字 反正裡面有產線這兩個字 那就幫我抓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開啟007 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那因為有產線1 產線2 產線3 那這些都產線 請你幫我怎麼樣 把它加種起來 用什麼 三米斧 第一個 第二個 請你想想看 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下 改成VBA 那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改寫成一鍵完成 不過這個一鍵完成 不是叫你直接丟公司 丟公司很簡單 把公司丟進去 它馬上顯示出來 但是我們要的不是 我們要的是 請你用VBA怎麼樣 判斷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然後呢 如果它A欄裡面的前兩個字 是產線的話 幫我把它的C欄裡面的資料 累加起來 累加喔 所以這邊的話VBA如何累加 那你要怎麼樣把一個工資 先暫時存放在某一個變數裡面 等到它又找到產線二的時候 又把這個工資 怎麼樣呢 跟前面一個再加起來 再存起來 這個要累加 有沒有 存起來 然後把前面的又加 那就存 又加又存 這個叫累加 那VBA怎麼做到這一點 會不會很複雜 不會 待會看就知道了 所以這一題主要重點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主要是用三米符怎麼樣 去再配合一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萬用資源 因為criteria裡面 如果你不懂得用那個 萬用資源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會做不出來 那這個萬用資源 跟那個資料庫裡面的那種 字串的比對 蠻接近的 感覺這個就是資料庫 也就是說利用三米符 幫你去找出你要的資料 那當然呢 這個產線一二三 它沒有共通性 就開頭一定是產線 那後面的那個字不一樣而已 所以如果我criteria 如果要改的話怎麼做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題做完 第二個就是VBA 那怎麼樣把它寫成什麼呢 寫成可以一鍵完成的 那一鍵完成我們不是丟公式 丟公式太簡單了 我們是要怎麼 幫我用那個VBA累加 那怎麼累加 如果條件為true才去加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何在VBA裡面做累加的動作 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兒來看這一題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三米符 所以第一個一樣插入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三米符 一樣這兩個一組 所以range指的是你要找的東西 那我要找什麼 產線 所以找的那個東西在哪裡 所以這兩個是搭配的 找什麼呢 找這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 有沒有產線 特別是喔 所以你那個敘述的方式一樣是一個自創 當然你不打沒關係 它會自動幫你加 打一個什麼 產線 一定是產線開頭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那可是我不知道產線123 那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打一個信號就可以了 就是不管它是產線多少 反正一定是產線 另外一個方法是加一個問號也可以 那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我剛剛講過喔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個字 比如說產線123到9 到10都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有11的話 那你就變成怎麼樣 如果你要到十幾的話 就要兩個問號 那所謂的問號是 你有幾個字 固定長度用問號 如果你不確定幾個字的話 那你乾脆用信號就可以 那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你用問號用信號都可以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先用信號好了 那加總的工資在這裡 它如果條件有找到的 那就加起來 有找到加起來 OK所以基本上這個範圍 就是要加的是這個範圍 按確定 兩萬三千多 那另外當然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你想說 改個問號很好 OK 當然你可以把它打勾 結果一模一樣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十一好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 如果改成產線十一 有沒有 可能不只是十到十一好了 那如果說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用問號就會不對了 但是如果你用信號會不會對呢 可以數一下 Enter OK 也會是一樣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差異吧 還有一點 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什麼什麼的產線 比如說可能有什麼 什麼主機板產線 可能硬碟產線 可能記憶體產線 可能什麼什麼產線 那它那個產線呢 可能在中間的話 記得啊 一樣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信號 什麼什麼的產線 剛好在中間 所以這個外用之前加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樣加的話 很多資料你是找不出來的 OK 所以打個勾 OK 那就抓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它用VBA的方式來敘述 那我希望呢 產生一個按鈕 按下它 自動幫你把結果 放到這裡面來 VBA的做法 實際上 當然 它的概念邏輯跟三米符 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是我們自己要把它寫出來的 OK 那怎麼寫 1 我剛剛講過了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判斷 if sales的A欄裡面 前面兩個字用let let 這個儲存格 夠點2 如果等於產線的話 就是抓前面兩個字 那我就把 這個C欄的資料把它做累加 所以關鍵在累加喔 OK 那怎麼樣累加 在VBA裡面呢 如何把我要的東西 暫時先存起來 下一次再把它加起來 再下一次再把它加起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部分喔 大部分可能你們都看得懂 但是呢 就是累加那個部分 可能你們前面沒有學過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再多加一個 所謂的這個累加的這個部分 怎麼撰寫喔 那當然第一個啦 一樣喔 先找到你的專案 一定是 特別說你不要寫到別人家裡去喔 因為我們開兩個檔喔 你記得要開這邊 然後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呢 一樣插入一個sug 名稱隨便啦 反正我叫什麼 產線人員工資之和好了 這樣OK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呢 因為我要累加 所以我在第一行的地方 多增加一個變數 叫sum 那這個sum的名稱自己取的 你也可以取別的名稱 沒關係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我叫sum 等於零 意思就是說 我先把這個變數裡面的初始值 用零 那你這個 delete之調沒關係 因為初始值裡面就是沒有 裡面就沒有 所以 那當然我習慣先讓你們知道 我先產生的它囉 那再來做什麼呢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那不過這將來可以改成那個 向下追蹤 如果 它裡面的A欄 的前面兩個字 有沒有 laps if laps 這個前面兩個字 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產線 這兩個字的話 那中間這個是一個邏輯判斷 zen做什麼呢 幫我累加 特別重要 累加的寫法就是 把後面的東西加起來之後 暫存在前面 ok 所以 特別注意喔 它會怎麼run呢 裡面原來是0對不對 當我第一個找到它 4903 它就會怎麼樣 把4903加0 加完之後呢 存在前面 所以sum這個時候呢 它也變4903了 大概這個概念要有喔 後面是計算 計算王的結果呢 丟到前面去喔 因為很多同學 可能因為 以前學的數學喔 造成你學程式的障礙 因為完全邏輯不 以前是1加1等於2是跑到後面去 現在當然有顛倒喔 是計算完的東西丟到前面 兩方 兩邊是顛倒的喔 特別重要 這個程式不一樣 那我就是 就是再來往下 3906 那因為sum已經是4903 所以呢 4903再加上3906 加完之後 再幫它存在前面 它又存起來了 所以一直存一直存 最後呢 已經跑完了 它就會直接把這個sum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的位置叫12 所以就是range12等於最後加總的結果 就把它輸出了 OK 那不過現在跑太快了 你可以什麼 按F8 我先出 好 這個時候呢 sum裡面是0 沒有東西 然後呢 我們就是for i 第一個是不是 先把那個sales 因為i等於2嘛 A2裡面的東西 它是不是產線 所以切前面兩個字 前面兩個字 是 所以它會跑這個邏輯 進來之後呢 sum現在等於0 可是 這個的c欄裡面的資料 是4903 所以它幫我把它加起來之後 存在前面 所以存在前面之後呢 那sum現在等於多少 4903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然後nets 下一個 下一個是不是不是跳過 所以你會發現下一個是人事部 跳過了不加 好 再來下一個是不是 下一個就產線2 4 所以呢就把什麼 3906跟剛剛的4903相加之後 丟到前面去 所以加起來之後的話 8809 應該可以理解啦 我是覺得這邊會特別講 主要因為前面太多同學 對這個概念好像 就會一直不能夠理解 那如果你這個概念不理解的話 你可能很多後面的程式就不用寫了 這個地方就是幫我們 把需要的東西累加喔 所以累加放哪裡 累加放在sum裡面 所以基本上呢 就會一直往下跑 判斷完 看看是不是不是的話就跳過 是的話呢 再幫我加 所以產線1 這個又是了 所以基本上 4 2 4 5 又加這個 所以一直累推 全部一直跑跑跑跑 等到跑完了 跑完之後的話 會怎麼樣呢 再幫我把結果 累加的結果 23884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丟到這個儲存格 概念也是一樣 後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去 應該可以懂吧 因為有些同學奇怪 我一直認為 這應該你會知道 結果原來你都以為 是這個丟到這邊來 還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可不可以改個方向 當然這個規則 不是我訂的啊 我只是告訴你 它的規則是這樣子 我也沒辦法去改它啊 所以呢 記得你就要把這個規則 學會了 以後寫VBA 就比較沒問題了 OK 按個F8 輸出了 全部跑完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呢 當然我一鍵按下去 就完成 所以其實VBA裡面 就是幫你把很多事情 處理完的結果啦 但是這個背後呢 其實程式 說複雜也不複雜 而且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都寫過嘛 復回圈 一幅邏輯判斷 有沒有 頂多是這個東西 初始值 跟累加值 還有最後輸出 這個是前面可能沒有的 但是也不會很複雜吧 這些概念都有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答案呢 如果你擔心做不出來的話 雲端白板裡面 數學函數 找007 這個是題目 這個是答案 點兩下 剛剛寫的 就在這裡了 實在是有問題啦 你就先複製貼一下 那如果可以跑了之後 而且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自己重新打一遍看看 如果你這些全部呢 可以順手 很快的就可以把程式打出來 那恭喜你 你以後要寫這方面的程式 就會越來越簡單了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慢慢累積的啦 如果你累積的範本數量夠多的話 以後說真的 寫程式就會非常的easy OK 試一下 這個就是多補充一個 第一個 someif裡面的萬用資源 第二個 vba裡面的累加 累加 概念最重要的是 後面的資料 丟到前面去 後面的資料 丟到前面去 我現在一直要重複講 因為有很多同學 一直都改不掉 因為以前數學課 就是一直叫你把 前面的東西丟到後面 現在改個方向就好了